這段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鄭莊公跟母親的姻緣 這台灣中天旺旺集團 他們還特地有請專門的劇團 就演鄭莊公跟他母親的故事 這個是講孝道的 這個在英國教育裡面是非常好的一篇故事 叫鄭莊公與母親的姻緣 鄭莊公說不到房前不相見 這以前我們有講過 我也很喜歡講這篇故事 我們再來把它重溫一下這個故事的內容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鄭莊公起了生骨的公主叫五江 也就是鄭莊公的媽媽 他生了兩個兒子 一個鄭莊公一個共輸段 那五江他是冠夫姓 因為是鄭五江 那江是寵母姓 那五江生了第一胎男產 小孩子的腳先生出來 他非常氣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 五江受他的痛苦折磨 所以對這個小孩子恨之入骨 這個孩子就是鄭莊公 這是 在佛經上解釋的時候 你可以講這跟他母親 也很比較淺 那五江生第二胎就非常順利 非常疼愛他叫共輸段 這個赤子共輸段 他也非常匹父共輸段 不斷排斥大兒子 而且還跟鄭五江講 要把這個王位傳給共輸段 但是因為武功 政府公認為國家應該有 地長子繼承 不能夠傳給二子 赤子 所以在臨中的時候 還是傳位給鄭莊公 那麼在春秋裡面有記載這一段 就是說共輸段有叛變 被孔子記載在裡面去 但是最後還對銀考書這個孝道的教育 有把他記載進去 所以五江他後來在鄭莊公 集會以後他要求莊公 知莊公把重要的地 要割讓給弟弟 鄭莊公也是很有度量的 他還是照他聽他媽媽的話 還是把地讓給他弟弟 就是在京城附近的這些經濟地 全部都讓給他弟弟 那麼共輸段就在經濟之地裡 照兵買馬 準備了法王篡位 很多朝廷的這些大臣都欠鄭莊公說 你應該討伐你的弟弟 鄭莊公一直在忍讓 你看那時候的孝道 他就表現出忍讓的精神 老實上說古代的地方 那叫什麼 叫孝 叫讓 這一點都沒有 你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得出來 鄭莊公 所以他母親不喜歡他 他還是讓 他對他弟弟還是替 對母還是敬還是笑 鄭莊公還是讓 他明知道他弟弟要準備創位了 等到共輸段把兵馬都召集好了 準備攻擊王都的時候 他的母親武漿竟然把城門打開 要離應外合 第二個兒子的部隊要進來了 後來鄭莊公決定討伐 派兵搶公 共輸段的兵敗而逃 那鄭莊公對他母親就非常不諒解 因為從小他母親就非常的 厭恨嫌棄他 鄭莊公的內心他一直都 他還是忍下來 但是他畢竟是一個皇帝 他沒有辦法 像我們是學佛人 有這個智慧可以轉恨恨為平和 他沒有辦法 所以他在阿雷歷史裡面 他對他母親還是有很多的怨氣在 直到他弟弟召喚 他母親做內孕 這幾十年所累積的怨氣跟恨意的 如今加深一層 於是他把他母親趕出去了 讓他母親趕至皇宮了 放逐到邊地 並且化身講一句重話 不到皇前 我不再跟我母親相見 不到皇前不見 就這樣來的 皇前就死掉了 皇前路上皇前 那剛好邊地有一位很好的官 叫尹考書 這位是很賢人的官 尹考書是非常孝順 他知道這個事情以後 就想盡辦法 要到京城去進見鄭莊公 他希望化解他們母子的恩怨 那鄭莊公當夜 就舉辦國宴招待尹考書 在吃飯的時候 把最好的食物都拿出來 尹考書就整包的放在口袋裡面 鄭莊公就覺得很奇怪說 那你為什麼不吃呢 他說因為我平常 我都盡量把好吃的 我都要孝敬我的母親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吃他國軍賞識 這這麼好的食物 所以我要把這些美食帶回家 效養我的母親 鄭莊公聽了就非常感動 就感慨地說了 你有母親可以孝順 我說沒有母親 因為尹考書也知道他母親被他晃煮到邊地了 你有母親可以供養我沒有母親 尹考書就問鄭莊公嚴櫻 那鄭莊公就把這個經驗告訴他 那尹考書非常有智慧 因為鄭莊公說 我有講不到房檢不相近 金無細言 那我怎麼辦呢 我話都已經說出去了 我不能說回來 尹考書就非常有智慧說 他建立鄭莊公說 金王你何必優利呢 你就把地挖開 挖到有潛水冒出來就是黃錢 挖一個地洞 挖到你媽媽那個地方 我把你媽媽帶過來 那你就挖一個地道 挖到有水的地方就有黃錢了 你這個對天下人就有交代說 你是到黃錢才見到母親 那個水流流出來有泥沙 泥沙就變黃之後就黃錢 那我把你媽媽帶來那個地道那邊跟你見面 你也下來 那就在地道的那個黃錢那個地方見 黃錢就相見了 就見到他母親了 那莊公呢聽了會長歡喜 就派人挖地道 那在地道中呢跟他母親相會 那麼他母親後來見了鄭莊公以後 也覺得自己過去的不是 同樣是親生子 為什麼要怨長子呢 要疼幼子呢 這就是有正愛啊 有正愛就沒有智慧 剛才我們討論過啊 他喜歡懊兒子是因為懊兒子比較好生 但懊兒子是腳先出的讓他折磨得很痛苦 這有正愛啊 就沒有辦法有平等心啊 你沒有平等心就沒有菩薩的智慧啊 所以他因為這樣的銀考書的促成 避免造成家破國王的慘劇 那鄭莊公也體會到 要報母恩享受天倫之肉 所以母子啊就 見面了以後呢 互相相撲相吸 走出地道 最後呢 和樂相處 同享天倫 這裡面呢 也說明了孝道 講了孝道 以及人性本善 雖然說呢 這個鄭莊公 他還是有這樣的一個怨恨呢 最後明白英國 孝提自治 啊 通以生命光的四海無所不通 最後啊 感令道教啊 圓滿啊 這個是這個地方的提到春秋呢 我們提到這一個啊 鄭莊公跟他母親的姻緣啊 這個孝道的故事 啊